台东蓝羽乡是绿细龟产卵的棋地之一 而最近几年却经常传出生态危机 除了光害错影小海龟上岸被鹿杀之外 游荡加犬也变成了龟卵杀手 不仅刨蛙杀地啃食软窝 还废教避退上岸产卵的母龟 对此相公所表示说会加强劝导四组弱势管理 遍地的绿细龟卵殼 但这可不是龟宝宝成功孵化的现象 而是被犬只啃食的惨况 台湾海域常见的物种海龟 包含绿细龟、赤细龟、戴帽、懒细龟以及隔龟 都属于低级瀕临绝种保育类海洋野生动物 其中绿细龟主要产卵七地为澎湖县望安岛 台东蓝羽乡、培东小琉球、东沙岛以及南沙太平岛 而台东蓝羽乡是绿细龟产卵七地之一 近年却屡船生态危机 除了光害错影小海龟上岸遭到鹿杀之外 游荡的家犬也成为龟软杀手 不仅刨挖沙地啃食卵窝 甚至被叫逼退上岸残软的母龟 游荡国我们只是做一个宣导 只能是宣导就是民众 民众就是管理 公所这边是每年都有 就是请外面的这些那个什么 共防守 或者一些团体就是来这边去做一个 绝意的工作 然后甚至是只有今天 面对游荡犬只衍生的问题以及生态危机 蓝羽乡公所农业客表示 流浪犬部分过去货报捕捉后 可以送往动物防疫所 但是零扑杀政策上路之后 公所无处安置浪犬 仅能加强办理绝育作业 另外针对家犬四组加强宣导落实管理 而民众表示希望公所 针对未绝育或是任由 犬只游荡的四组加重开阀 面对生态危机也期望 当地四组能够进行加犬绝育 避免延伸出更多问题 这番罪蓝影响报道